大家好 我是Ben 今天跟各位介紹這把寸針2023年最新推出的 極輕量更餘缸 RAID 2代 這把有832和862兩種規格 採兩截式逆并蓄設計 吊性設定為ML吊 試用路亞負重5-20g 試用木蝦2-3.5吋 TE線的對應號數為0.6-1.2 吃款最大特色就是極度的輕量 862的製重僅96g 832的製重僅90g 搭配上捲線器整體的配重會更加完美 手感相當的舒適 乾身素材採用日本高密度碳纖絲罩 尾捷保有高感度特性 並在並聚處增加1K編織布的補強設計 手把包覆四軸編織布增加乾身力道 搭配變色龍塗裝顯得格外有質感 輪座採用富士VS系列 搭載四軸編織布多層次設計 GM系列高階輪座帽 配合高密度EVA人體工學設計 及輕量纖細的後握把設計 讓手持超肝非常舒適 全肝採用富士KL KT系列導環 吊法非常多樣 採用兩種卵蟲以及硬額兩款方式 卵蟲的吊塑來講的話 以德州吊塑及極溝頭吊塑為主 可針對黑雕 紅潮 牛鮪魚等 這種釣法的優點是 釣主非常容易組裝 搜尋的泳塵非常全面 可針對多樣魚種的操作手法 簡易平坡 甚至都透過收捲的速度調整泳塵 也可以採用跳動 抽跳的一個方式製造 耳的逃竄 引用魚的注釋及攻擊的手段 使用釣竿彈性去調節力度輕重 在水底帶動夾耳抽動 如同蝦子跳躍或鼻子小魚斑 引起對象魚攻擊 二 硬耳釣主 例如魚形夾耳 木蝦 微貼板等 魚形夾耳針對扭桿 小型回油性魚類 操作手法相對其他夾耳來的簡單 一般來說 只需控制收捲速度 即可操作泳漬 木蝦的選用 針對軟絲 後抽 花枝 這把銳二代可使用2-3號的木蝦 這範圍內可放心地 交給釣竿本身的彈性及韌性 來操作大幅度的抽跳或輕挑木蝦動作 令其達到最佳誘惡狀態 且這次 銳二代乾身乾尾採用 日本高密度碳纖維製作 尾結超高感度讓任何微小訊號 都逃不過感知 從乾纖直接傳遞到手上 微鐵板的部分 嘉義東石沙灘 鄭文溪南北岸的沙灘 中部地區 西濱沿海的沙灘 火力發電廠出水口南岸 新竹的17公里海岸線等 新竹的新月沙灘 北部地區的話 從竹尾嶼港到北海岸沙灘 林山鼻沿岸 跳石沿岸 東北角沿岸都適用 至於東部的話 如秀古蘭西 宜蘭一代的沿岸 也非常適合這一把 銳二代的一個好取處 這把銳二代 我們提供唯一的保修服務 我們不問任何原因 只要唯一斷結 即可送回原購買處 申請保修服務 詳細的保修辦法 可自官網查詢 路雅干保修賞須知 卡片上有詳細的說明 這項服務呢 認卡不認人 請各位勿余把保修卡收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影片的下方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